这两天波斯湾地区,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。 美国又是派航母,又是派轰炸机。 伊朗退出部分伊核协议,真可谓是山雨欲来封马楼。 美国和伊朗就差打起来了。 美国和伊朗的问题,真的是因为伊核协议吗? 美国的战略目标,是打压伊朗石油出口。 让世界各国转而购买美国的石油,巩固石油美元的国家利益。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,美国拉拢沙特加支援以色列加退出伊核协议,加把伊朗革命卫队,定性为恐怖组织加威胁别国不能继续购买伊朗石油。 特朗普自从去年5月8日,退出了认为是糟糕的伊核协议,目的就是把奥巴马搞下来的油价搞上去。 美国自己也知道石油美元体系随住美国的不靠谱,失信于整个世界。 美元作为信用货币,受到了广泛质疑和抛弃。 美国迫不及待要实施下一步战略目标。 从根本上控制世界石油的产量,马汉的海泉论说,谁控制了大海? 谁就控制了世界? 美国的海军,已然是蓝星第一。 现如今,谁控制了石油? 就控制了世界这话不知道是不是特朗普说的,但肯定不是鲁迅先生说的。 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石油大国。 美国一直是隐藏的世界石油大国。 石油一直都是战略资源。 世界石油工业的开端就在美国。 1859年8月27日,一个叫爱德温德雷克的美国人,在宾夕法尼亚州,钻出了世界第一口油井。 后人称此事揭开了世界石油工业的序幕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,美国一直霸占住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的地位。 1870年产油526万桶,占世界产量的90.7%。 当时的中东国家还都在玩火。 根本不知道石油是什么玩意。 有什么战略价值。 美国石油产量。 后来世界各地陆续勘探开采石油。 美国的地位,仍然没有被动摇。 尤其是二战期间。 打滴其实是一场石油战争。 美国开足马力生产石油。 1940年年产量就超过2亿吨。 占全球总产量的60%以上。 一度超过70%,有了石油和钢铁。 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被充分调动。 从日本偷袭珍珠港,到二战结束。 美国不到四年仅仅航母就造了147艘。 飞机、坦克、潜艇等武器装备,更是源源不断。 诺曼底登陆盟军有飞机万架。 德国才仅仅400架。 德国整个二战石油产量,约750万吨。 进口约1000万吨。 盟军想不赢都难。 史学家有一句话,形容二战美国人用石油淹没了德国和日本。 二战结束后,按理说美国该歇歇了,消耗一些过剩产能。 美国还打了朝鲜和越南战争。 但并没有什么用。 美国的石油生产继续飙升。 在1970年以5.3亿吨的年产量达到顶峰,此后递减。 这段时间整个世界的石油工业进入黄金时期。 中东、苏联、非洲陆续发现油田。 世界石油总年产量,从1945年的3.55亿吨,增加到1970年的23.24亿吨。 美国的石油政策变化。 真正给了美国一巴掌的是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。 让美国发现,原来有钱也买不到油。 那个时候,美国产量下降。 需求却增多。 进口石油更便宜。 各种资料上,是低石油机到美国工业生产能力14%。 但是仅从石油供应层面,对美国的影响并不大。 石油危机引爆的是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。 美国当时探明的石油储量并不多。 剩余可开采油量,只有几十亿吨。 远远比不上中东产油大国。 石油这种战略消耗资源越用越少。 美国也不傻。 从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,美国开始制定石油战略。 总原则就是,储存自己的实力。 买别人家的石油。 战略储备石油。 1975年,美国出台能源政策和节能法,严格限制美国人油出口。 1977年7月21日,美国正式开始实施其战略石油储备计划。 此后美国历届政府,基本上遵循这条总原则。 开启了买买买。 存存存。 不卖不卖的道路。 美国石油战略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事件。 应该是2015年底,美国正式解除长达40年的出口禁令。 这是美国战略转变的历史性一步。 由买家开始转向卖家。 技术出奇迹。 在石油解禁背后,不得不提的就是页岩革命。 这也是美国的底气所在。 页岩油气早在1821年被美国人首次开采出来。 这玩意储量特别大。 但是就是不好开采。 技术达不到还死贵。 远远比不上石油便宜。 所以被雪藏了近200年。 美国在2011年爆发页岩革命。 美国取代俄罗斯。 成为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。 而且探明美国蕴藏2640亿桶石油。 过半为页岩油。 超过俄罗斯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储量。 当时的媒体甚至宣称石油时代的结束。 2011年,石油价格在100美元以上。 国际石油市场就这么大。 现在突然进来一个美国。 产油大国都不满意。 于是联系手来搞美国。 页岩油因为技术原因, 必须在国家油价超过70美元的时候才有利润。 于是产油国们联手打压油价。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。 搞美国,搞美国,搞美国。 美国被他们医搞。 国际油价被腰斩。 一路狂跌。 美国轰轰烈烈的业人革命, 就被搞得眼齐息鼓了。 现在特朗普为什么会卷土重来呢? 原因非常简单。 得益于水利压列核心技术的发展。 美国的业人游变得更加经济。 而且会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实惠。 由于各大油区情况不一。 开采成本, 目前大致在40至60美元之间。 而当前的布伦特原油, 价格在60美元之上。 黄线代表原油产量。 蓝线表示钻基数。 说明技数提高了。 那么美国的储流量, 到底有多少呢? 根据美国EIA能源署, 2018年公布的资料。 美国商业探明储量, 达到了392亿桶。 世界排名第13。 委内瑞拉以2965亿桶超过沙特2626亿桶高居第一。 仅仅仅仅392亿桶银, 甚至比不上委内瑞拉的零头。 但是美国在2018年称, 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原油生产国。 谁给了美国勇气? 根据挪威智库 吕斯塔德能源咨询公司,2018年调查报告,美国的石油壳材储量,达到了3100亿桶,高居世界第一。 这才是美国的底气所在。 吕斯塔德在2016年就曾指出美国以约2640亿桶的储量,成为世界第一。 俄罗斯、沙特、美国三个顶级石油大老牌排座,吃果果,在石油圈里,赤诈风云。 2015至2017年,美国人油分月出口量的变化,2017年明显提高。 据美国政府预测,到2019年底,石油产量会攀升至1100万桶日。 美国EIA释出的最新美国石油生产短期展望报告显示,到2020年底,美国石油产量将增加至1320万桶天。 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。 产量明显超过沙乌地阿拉伯和俄罗斯。 特朗普想通过石油实现。 伟大美国的目标。 特朗普从上任就没闲助。 刚上任就颁布了美国优先能源计划,并撤除了气候行动计划,重启输油管道专案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特朗普的所作所为,世界有目共睹。 准备搞散OPEC。 退出伊核协议制裁伊朗。 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,美国不仅谋求自身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。 还在多方面出击。 主要是打击攒美石油大国和染指北极圈。 石油大国也分清美和反美阵营。 清美的石油国家,如沙特经济蒸蒸日上。 反美的五个主要国家。 伊拉克在2003年被小布什入侵了。 萨达姆族。 利比亚在2010年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发生内乱。 美国启动奥德塞黎明军事行动。 卡扎菲族。 委内瑞拉现在的情况大家也清楚。 国内一团遭无力对付美国。 只剩伊朗和俄罗斯。 现在伊朗被美国针对。 双方在波斯湾剑板弩张。 引发了世界关注。 另一方面就是北极圈。 特朗普在2017年的行政令中宣布。 将北极近海和大西洋地区重新用于石油开发。 称这是它能源统治一成的一部分。 北极地区石油储量高达900亿桶。 这相当于目前全球已探明储量的5.9%。 是美国石油储量的339%。 而且天然气储量47万亿立方米。 矿产资源非常丰富。 各国目前都在北极圈部署。 但是美国不想让其他国家燃止北极圈。 蓬佩奥在2019年5月6日的北极理事会部长会议上声称, 中国不是北极国家。 在北极没有任何权利。 我国虽然不是北极国家。 但是我国早在1925年,加入斯匹次贝尔根群岛条约, 参与北极事务的程序。 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, 一直积极参与北极事务。 美国说,中国没有权利简直就是颠倒黑白。 美国的丑恶嘴脸,在资源面前暴露无遗。 美国多方面出击。 自身已经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。 目前,战略是搞到反美石油大国。 同时进军北极圈。 如果美国真的把控了世界石油。 威仪。